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哈囉 大家好 這地毯不太整齊 幫他拉一下 大家好 我是黃山廖 但其實我今天來這裡 我其實本來不想要透露我的名字 因為我今天要講的 是一個關於人生 如何成為人生失敗組的故事 我本來想說 好 講完我就馬上走 不要讓大家知道我是誰 但名字都寫上去就算了 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小時候的故事 我小時候從高中畢業的時候 要考一個考試叫學測 要考大學 對 那時候我很努力 我把所有的數學公司都背起來了 然後要面對那個學測的數學考試 結果啊 我看到題目的時候 我發現我一題都不會寫 所以我決定 好 我在考試那四十分鐘還是五十分鐘 我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 我就把所有的選擇題都寫B 然後我對了一題我一分 那時候我就運氣比較好 所以我在小時候讀金門高中 在台灣的西邊的一個小島叫做金門 那時候我們的家鄉有一個制度 叫做離島保送 這個制度可以讓我在不用 跟大多數人競爭的情況下 我可以上到我想要取的大學 只要它有開名額 所以當時呢 我自己選了一所學校 叫做實踐大學 台北實踐大學的服裝設計系 為什麼選它 因為它看起來不用考試 好像服裝設計系看起來 就是不會有考試的科系 但是進學校之後呢 我發現現實好像不是我想像的那樣 然後我進學校的第一天 大家坐在縫紉機上面 然後我們在工作 我就問我旁邊的女同學說 欸 我們現在在幹嘛 他們說 當然是在做衣服啊 不然咧 然後我又問她說 你在進來這個學校之前 你就知道要做衣服嗎 她說當然啊 不然咧 然後我又問她說 你進這個學校為什麼 為什麼想來讀這個科系 她說當然是要當設計師啊 不然咧 那你來這邊幹嘛 那我就無言 然後接下來的大學四年 這個女生從來都不跟我說話 因為她覺得我就是一個沒有目標的人 然後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我班上的同學啊 包括那個女生 她的學測滿分75分 她考了72分 她放棄了很多國立大學的選項 然後來實踐大學的服裝設計系 圓她自己的夢想 她想要實踐她犧牲了好多事情 跟家裡抗爭 才來讀的一個學校 她想要實踐她當設計師的夢想 但她不能接受 有一個力道保送的學生 成績只有她的一半 卻可以跟她坐在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就得罪了好多人 當時呢我上大學的時候 我發現說我好難交到朋友啊 因為我在金門長大 金門的環境跟台北的環境差的有點多 所以我不太知道我要怎麼融入這個環境 每次分組報告 兩個人一組 我永遠是自己一個人一組 然後我也習慣了這件事情 但我回想起來好像其實跟小時候差不多 因為大概國中的時候 小學 國中 高中 我經常都是一個人生活 因為我在小學的時候 六年我轉學了五次 國中的時候很不幸 不太擅長跟別人相處 所以我被打了三年 然後16歲的時候上我高中一年級 我還會在等公車的時候 被棒球棍亂棍毆打 送到醫院腦震盪 然後我再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回家 因為隔天還要上課 但這個過程其實我蠻習慣的 但其實我不喜歡我的人生 所以當時18歲的時候 到中一畢業 我義無反顧 馬上買了機票 飛離金門 然後到台北租了一個房子 想說好 接下來我要重新開始我的人生了 但其實沒那麼順利 那時候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一句英文都不會說 我當時很幸運的得到一個機會 我可以到倫敦去參加 倫敦國際畢業生時裝週 但我帶著我的兩箱作品 到了現場 我發現 大家都在講英文 我只會你好跟謝謝 而且是中文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馬上緊急打電話給我一個在倫敦念書的學姐 其實我跟她不熟 只是我很不要臉 來當我的翻譯好不好 好 她來當我的翻譯了 然後也真的很幸運 有她在 但是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工作 我發現說 這也是空白的 因為我等一下要給你們三句話 我發現說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 我竟然只有拿到兩萬四千元的薪水 兩萬四要怎麼生活 然後呢 是一份我完全沒有熱情的工作 那份工作因為我沒有熱情 只要是下雨天我都請假 我不想出門 我不想塞車 我不想要淋雨 所以我都請假 然後只要是天氣比較冷一點 我都一定遲到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每個月的遲到跟請假 讓我的薪水被扣到剩下一萬八 所以我只領了一萬八的薪水 那時候我跟好多的長輩說了我的情況 那大家都叫我 你要努力一點啊 你真的要努力 因為他說只要努力 你的夢想一定會實現 但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夢想是什麼 然後我好想放棄啊 其實上班的第一天我就想離職了 可是我沒有做 是因為他們告訴我啊 你千萬不要放棄 然後我覺得在職場裡面 因為年紀小 那年24歲 我吃了好多的虧 被主管欺負 被老闆占便宜 被很多的前輩打壓 他們都告訴我說 吃虧就是占便宜 我完全不信任他們說的話 我只覺得啊 我把他們的話改成這樣 努力了 你的夢想也不一定會實現 而且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夢想是什麼 然後千萬不要放棄 我其實好希望 第一份工作 我雖然第一天就想辭職了 但是我就是不想成為長輩眼裡的那種草莓族 所以我硬是撐了11個月 這11個月裡面每一天我都是後悔 每一天我都不想上班 我只為了錢去工作 為了要繳房租 所以我拚了命的逼自己去工作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好希望可以有個長輩告訴我說 如果你不喜歡 那你就放棄了 因為放棄了 你可能會比較快樂一點 時間過了這麼久 大概一年過後 我25歲了 在25歲那一年 我在我的日記上面寫了一段話 我說吃虧其實不是為了要 其實吃虧不是占便宜 吃虧是 因為你吃虧 你是為了要以後去占別人的便宜 你在過程中你學會了 怎麼樣從受害者變成加害者 社會的現實總是這樣教我們 所以我當時覺得 我應該要去努力看看 所以我上網查了一些資料 25歲的我應該要有什麼樣的人生 但是網路上的資料 好多網友在網路上分享自己的經歷 比如說Dcard 大家會說 其實大家25歲的夢想 有99%都不會實現 然後更可怕的是 我那時候創業了 我離開了設計師的工作 然後到了媒體產業 我創了自己的媒體公司 然後我在創業之後 因為開媒體公司 我就發現了很多 我之前不知道的資訊 比如說某一個新聞平台 他們有報導 創業的人有95%都失敗了 在一年內 那我一直到創業之後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我會不會成為那95%的失敗者 那時候剛出社會 我在104人力銀行上面看到 就是22歲的社會新鮮人 有80%都領不到3萬塊的薪水 我也成為其中一個 因為我以前是設計背景 所以當時我跟我一起畢業的同學 有人去當了平面設計師 我本來也想當平面設計師 但是我聽他們的分享 他們的薪水也都不到3萬塊 然後104上面的資料顯示 平面設計師的平均薪資 只有3萬1千元 不管你的年資多少 然後小時候有一個一起長大的好朋友 他高中畢業之後沒有讀大學 他去考了大貨車的駕照 在20歲那一年啊 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 他已經有4萬多塊的薪水了 我去查了一下 我發現說 貨車司機的平均薪資 卻有4萬3千元耶 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努力什麼 然後 我現在即將30歲了 我現在27歲 我就Google了一下 30歲的平均收入是多少 竟然只有3萬5千元 我要怎麼生活啊 對 我要怎麼生活 然後我這輩子就是原本 我在離開金門來到台北的時候 我的夢想就是要買一個房子 然後我才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一輩子買不起房子的台灣人 竟然佔了83% 也就是說現場你們這些小蘿蔔頭 在現場的所有小哥哥小姐姐 你們100個人裡面 只有17個人可以買得起房子 你們這輩子游泳房地產的人 就只有17個 所以啊 這17個人裡面 不一定是最努力的 而且努力的人啊 也不一定會是成功的人 我當時是這樣覺得了 因為最努力的人啊 可能你遇到挫折也是最多的 而且最努力的人通常最卑微 那時候我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雖然我常常遲到 我常常請假 但是交付給我的工作 我一定把它做完 如果有開會的話 我還會提早進公司 但是當我沒有熱忱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找到 我嚮往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不去工作了 當時 我要分享一個 我從來沒有在別人面前說的秘密 從今後就不是秘密了 在我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去繳了稅 那時候我第一次繳稅 我不知道 政府單位竟然會告訴我 你的年收入不到30萬 你今年只賺了20萬元 所以你不用繳稅的 他說恭喜你 我就覺得 有什麼好恭喜的啊 有什麼好恭喜的 我就窮得要死你恭喜我 但是呢 試過近千 就在今年的三月 我公司成長了穩定了 然後我自己接了兩個廣告代言 我工作了兩天 兩天加起來工作時數 一天八小時 總共工作了16個小時 但我以前在上班族的時候 那一年賺了20萬 我也是每天工作14到16個小時 工作的時間還比現在長 可是我當時一年賺了20萬 但是我今年年初的那兩個廣告代言 工作了16個小時 我卻可以在兩天裡面 幫公司賺了100萬 我可以在兩天16個小時裡面 賺了我過去要花五年才賺得到的薪水 你們覺得這樣公平嗎 三年前的我自己我一定會說 黃山料那個賤人 他憑什麼賺那麼多錢 我比他辛苦我比他努力 我花了好多時間 為什麼他可以在兩天裡面就賺了我五年份的薪水 我覺得好不公平 我好厭世 但是如果是三年後的黃山料 我會說 我好厲害啊 我竟然可以兩天就賺你五年的薪水 人生真是太公平了 其實會覺得不公平的是三年前的自己 臨著低薪的自己 但會覺得公平的是現在的自己 我就覺得說 我才發現一個道理就是 你的努力啊 應該要放在對的地方 你要把你的付出放在對的位置 你才可以得到你應該有的收穫 我以前一直努力 但是我從來沒有把我的努力放在對的地方 一直到我二十四歲創業之後 那時候啊 我一直被教育一個價值觀就是 長輩都會跟我說 你一定要買一個房子 你要有一個家 你才可以有一個安定穩定 美好幸福的生活 但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爸爸媽媽 要背了好幾千萬的房貸 然後一輩子就扛了一個房子 等他們死掉之後 留給我們的下一代 到底為什麼 然後我還要去扛我的幾千萬的房貸 然後等我死掉之後 再留給我的下一代嗎 這是我要的人生嗎 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的爸媽的邏輯是不是有問題 我後來啊 來到台北之後 至今十年 其實我搬家了十五次 十年搬家十五次 意思就是說 我永遠用最節省的錢 去買到最新的裝潢 所以這十五年來 我換了十五個新的裝潢 我換了十五個新的地段 換了十五個新的生活 在這過程中 我一直用最少的成本 去買我過程中享受到的事情 我覺得你省下的錢 可以去買你喜歡的生活啊 可以去買你喜歡的東西啊 你為什麼要把你的一輩子 綁在一個房子身上呢 對 當時我的想法是這樣 但他們都會覺得 應該 你應該要這樣子做 照著我走的路 你才可以有一個 跟我同樣幸福的生活 但我不認為那是幸福 對 那時候 我才發現說 當我搬家了十五次之後 我發現說 世界上的應該啊 都是別人給你的枷鎖 怎麼說呢 在我創業的時候 那時候我問了一個前輩 我問他說 因為他是媒體公司 媒體相關產業的人 我就問他說 我現在要轉行 我要去開一間媒體公司 我要做什麼什麼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他其實聽不下去 他覺得說 你才二十四歲 好年輕喔 你應該要先去 別的公司裡面工作個五年左右 你再看看要不要創業 所以他介紹了我一個職缺 但那時候我看到那個職缺 唉 我覺得 好 你認為我應該這樣 我接受 但是隔天呢 我想辦法借了一筆錢 我湊了兩百萬 我就馬上創業了 因為我覺得 別人聽不懂我來說什麼 我也沒辦法說服別人 我相信自己 但我沒有辦法說服別人相信我 經常是這個樣子 畢竟我年紀輕嘛 而且我的上一份工作 只有十一個月 大家都會覺得 你是為了要逃離職場 你在職場待不下去 所以你只好創業 但我自己知道 某個部分是我想逃離職場 但某一個部分 是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到 而且我做了很多功課 對 那在創業的十個月之後 我的公司很快的損益平衡了 我把我所有花出去的錢 都賺了回來 我就突然感嘆了一下 我約了那個長輩出來吃飯 我跟他說 幸好十個月前 我沒有聽你的建議 先去公司裡面 待個五年再出來 因為我沒有多少個五年可以浪費 所以我就很感激 當時我沒有照著別人認為我應該走的路去走 因為啊 你唯一該做的應該 是把你所有的努力發揮出來 然後把剩下的自己交給命運 你不能控制的只有那百分之十的運氣 你可以控制的是那百分之九十的努力 其實在演講的最後 我們已經到最後了很快吧 我們在演講的最後 其實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自己的觀念 也想要告訴你們 就是 其實 所有的成功啊 別人得到的成功 都不一定會是你喜歡的樣子 然後你自己 一直以來經歷的你覺得很失敗的人生 可能也會是別人羨慕的樣子 所以啊 你應該要做的事情是這樣 你不需要擁有別人給你的夢想 你唯一應該要有的夢想就是 把你自己的生活當成你的夢想 喜歡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